如果你心里真的有这个男人的话 你说别的男人叫你宝宝 你不恶心吗 女人最起码应该有一点点自尊 就是你如果没有男朋友 你就算了 你有男朋友 或者知道有个男人在死心塌地对着你 对于有些男人明明显显在吃你豆腐 不管是从语言上还是从别的 你不可以说你是很享受 或者聊天就是这么聊的 你还觉得恶心 如果你不觉得恶心 我才觉得你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 视频中被图老师说的很难听的 这个女生就是小丽 那在节目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是让图雷老师怒斥说他太恶心了 事情经过还要从男友说起的事讲起 哥也就顶着叫个宝宝拉倒了 对不对 这哥可倒好了 直接上来那个 哎呀他俩聊天有时候就是 亲爱的你干嘛呢 有没有想我呀 哎呀我想你了这么一点 你说一个正常朋友聊天 你说行可以叫亲爱的 也说那想不想 我都能理解 你说那都讲话了完事了 你就来一个磨磨哒的啥意思 磨磨哒你还不好磨磨哒 完了那男的来就 那个磨磨磨哒 完了他来一个磨磨哒乘二 他来个磨磨哒乘三 一路乘到十 你这承尊四方的躲 因为我有一回我也生病了 你知道吗 完了我打电话 我说我生病了 跟你打电话 那个陪我聊聊天行不行啊 我说我这个现在给医院的呀 我就想要你陪我聊聊天 我也不指望你过来 你陪我聊聊天吧 然后他给我来的好 说那个哎呀 我跟我哥那个出去溜的那样 那个你等会吧 我一听我就急了 我说你哥重要我重要 完了他夸把我电话挂了 我再打回去之后 他就给我来这一话 哎呀你能不能别打了 你烦不烦呢 你到底想咋的呀 可好了 给我来一话 你要再不行的话 咋就不处了 小丽对干哥哥的维护程度 不得不让人怀疑 然后小梦说了其他的事情 来证明小丽的古怪 小梦的话确实是大家感到愤怒 自己男友病了不上心 照顾不陪站 还有心思和干哥哥出去约会 不但如此还嫌弃男友打扰 还要分手 这实在是说不过去 哥谁也生气 但小丽听到这还觉得自己有理 那时候你打电话那么频 你说五分钟打一个 五分钟打一个 然后我哥那边就说 按说你对象真是的 人家是定时查岗的 五分钟查一次岗 不是我查不查岗 问他啥事啊 他给你拉的物理学生干啥呀 我那时候想跟他解释的时候 但是你这电话打太频了 我没办法解释 你电话再来 我哥那边一说 弄得我也挺不高兴的 别说你哥了 也不是个哥叫得那么亲 就说那个男的吧 你们确定你们俩在谈恋爱吗 我那哥还跟他表白过 你咋知道的 他跟他聊天记录要我看到吗 这可真是一点也不知道避讳 对方已经赤裸裸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小丽却不拒绝不接受还吊着别人 跟他出去约会 还真是个不安分的主 脚踏两只船还沾沾自喜 男友在得知此事之后 大吵一架 女友才有所收敛 所以在这之后 女朋友彻底断了联系 原本以为没有了干哥哥的打扰 他们从此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好景不长 小丽又认了一个干哥哥 说到女朋友勾搭一行 小孟就一脸怒气 走一个来一个挡不住的烂桃花 这一次的男人 年纪都跟女友爸爸一样大 但小丽不承认和对方有暧昧关系 仍然说两人只是朋友 孩子骂男友说是他想多了 但是小孟接下来的话 直接暴露了女朋友的虚伪和伪装 这个歌也就顶着叫个宝宝拉倒了 对不对 这歌可倒好了 直接上来那个 哎呀他俩聊天 有时候就是 亲爱的你干嘛呢 有没有想我呀 哎呀我想你了 这么一点 我聊天就是那样 我平时觉得这样挺好玩的呀 我跟谁聊天都这样 不是那你挺好玩的 你说一个正常朋友聊天 你说行可以叫亲爱的 也说那个想不想 真的我都能理解 你说那都讲话了 完事了 你就来一个摸摸哒 那啥意思 摸摸哒你还不好摸摸哒 我那 那男的来就 那个玩啊摸摸哒 玩他来一个摸摸哒成二 玩他来个摸摸哒成三 一路成到十 你这成三四方 那多快呀 被女朋友嘲讽 跟不上时代了 小孟就下定决心 上网去学习了下网络术语 但是女朋友的做法 实在是过分 俩人的相处模式 都像热恋中的情侣 这换谁都不能接受 但女友小丽 接下来的回答更是气人 那你是不是当时答应我说 你不再跟他那个 来摸摸哒了 对啊 那你之后咋还聊呢 我就觉得这聊天 根本就是 你说你本来看我这聊天记录 就是你的错啊 不是那你杠我 那你说你跟你哥一整 晚上就有时候 一开始是挺那个正常的 出去那个说啊 我出去那个干活 做剑职啥的 我那个大学生 出去做剑职 多越那个经历一下 那个社会阅历啥的 不也挺好的吗 好了可得好 一开始是出去做剑职 到后面就得改成吃饭了 看电影了 一吃饭看电影 就晚上十一点钟 十二点钟才回来 我俩出去的时候就挺晚的 出去吃个自助 吃了时间有点久啊 跟那个又圆 对于男朋友小孟的质问 小丽不但没有丝毫愧疚 反而还恶人先告状 指责她的男朋友 不尊重她的隐私 如果小孟没有意外看到的话 还真不知道 小丽竟然会如此无底线 何况男友的责问 也不是无中生有 而是确凿的事实 讲话了我就挺担心她的嘛 完了我就是给她那个家里边 楼下啥的我就等她 我从下午四点多钟你知道吗 就因为我平时下班都是四点多钟嘛 完了我回忆给她打电话 她不接电话 我也挺担心的 这打电话干打不接 我就上她家楼下等她去 我说这怎么回事 我就给干等 等到十二点钟 可她好回来了 她俩回来了 一块走回来的 那头讲话 看到我连声都不找 完了在我面前就像那个情侣 哗哗走去了 我得像一个路灯似的 跟她瞅她俩 显而易见 小丽的行为真的太过分了 对正牌男友爱达不理 反而和认识没多久的干哥哥 形影不理 这样的行为 恐怕谁都受不了 但小丽却因为男友小孟 对她宠爱有加 而自己又能说善变 往往能颠倒黑白 看女友这样 小孟也懒得再费口水 然后又就说起她女朋友 背着她跟他干哥哥去旅行的事 我还有一回 就跟她那个哥哥 所谓的那个 她说那业务员 去一趟那个长白山去玩去了 玩的时候跟我说 咋动说 我跟我姐姐出去玩的 我说行 你跟姐姐出去玩 她那个玩开心点之后 我那个跟她姐一聊天 我说那个跟那个 我对象出去玩咋样的 她说她姐说 不知道我 我没我 我后来我一查她手机 可到好了 跟她那个 就她跟她那个业务员哥哥 那个出去玩去的 我俩那次去 那个有点事 去那谈业务去了 你说我俩出去 我告诉你 你肯定吃醋啊 不是 那你回来的时候 你为啥不肯跟我说呢 你说你天天查我手机 然后总担心我这 担心我那样的 她一时后 就总那个跟踪我 这不是都是你干的事吗 我那叫跟踪吗 我那是 我那是担心你知道吗 我那都给你那公交站点等你 我那等你回来 跟踪你是冲你 冲家里边出来 一直跟着你 那叫跟踪 再次说了 有必要你跟我撒那个谎吗 不得不说 小孟的心也是够大 真能忍 女朋友都是和外面的野男人 旅游回来了 自己竟然还一无所知 但当她愤怒地质问 她的女朋友时 对方的反驳 直接让她哑口无言 我觉得在你身上 总是那些 束缚我的一些调脏框 你总是这个不让 那不让 你给不了我的 那我肯定是说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舒服 然后我觉得跟他们能在一起 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我觉得很开心 精神上的共鸣 你讲话 你就有必要跟他出去玩 我是不是先我跟你说 我说那个讲话 咱俩出去玩行不行 我觉得跟别人在一起玩 很开心的 很放松很自在 小丽的话让大家很生气 既然她认为小孟 不能给她带来幸福 那为什么今天还要填脸 向节目组求助呢 跟别人在一起不就好了 何必又屁颠屁颠地 跑过来求复合呢 我们两个就是 在恋爱这段时间 就挺不容易的 本来在一起就很坎坷 我当时也是 估计很大 也许跟他在一起的 然后他这两年来的 就是跌跌跌的关系 然后就是让我很感动 就是每次他 就是他对你好 对特别好 你舍不得他对你的好 但是你愿意跟别人玩 因为那样玩得开心 是吗 其实如果我男朋友 要是没那么舒服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 因为那些哥哥的事情 然后跟他分手 你并没有觉得 影响到我俩真能感情 对于小丽的观点 主持人也觉得很无语 又想和异性鬼混一起 又想站着男朋友不放手 于玉熊掌不可兼得 但他的小算盘 打得可真精明 但是不管人们说什么 小丽坚持自己的观点 她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错 反而觉得别人不懂 那对于女友的看法 不知道小梦又会做何感想 真想分手吗 真想 那分了不就完了 来我们这干嘛呀 我也舍不得 不想分 对吧 分手是说出来吓唬他的 是吧 是还是不是 分就别来了嘛 说实话真的 我追挺不容易的 而且难得有这么喜欢的 听着这个榆木 歌大男人的说法 主持人也是背弃的 连翻白眼 这俩人就是奇葩到家 索性只能转向嘉宾老师 请大家对这两人的问题 给出点意见 我特别弄不懂一点 如果你心里真的有这个男人的话 你说别的男人叫你宝宝 你不恶心吗 我拒绝他了 后来 我拒绝他了 但是你刚刚明明还在辩解说 聊天就是这么聊的呀 你会到 还是你很享受 只是我 可能我不太 女人最起码应该有一点点自尊 就是你如果没有男朋友 你就算了 你有男朋友 或者知道有个男人 在死心塌地对着你 对于有些男人 明明显显在吃你豆腐 不管是从语言上 还是从别的 你不可以说你是很享受 或者聊天就是这么聊的 你还觉得恶心 如果你不觉得恶心 我才觉得你的价值观是有问题 图雷老师认为 小丽的价值观非常扭曲 装得柔柔弱弱 没心机 其实就是妥妥的绿茶 整日跟男人暧昧不清 被别的男人阿谀奉承 享受别人对他的追求 简直都摸不着东南西北了 如果没有男友 单身那无所谓 但重点是她有自己的男朋友 却对男友不屑一顾 根本不顾及男友的感受 所以不但是个心机女 简直是无耻到不要脸 如果小丽今天是真心来求和的 那么就必须做出改变 从现在开始和异性保持距离 否则多说武艺 直接离开 那么小丽会怎么做呢 是我做的不好 我可能 一直没有珍惜咱们俩之间 这么长时间的感情 这是我的错 我会变的 我会努力为你改变 经过图雷老师的劝说 小丽也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在现场 也向男友做出了一番真诚真诚的道歉 希望男朋友能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看女朋友的变化 小梦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原谅 表示愿意再给小丽一次机会 希望经过此事 两个人可以幸福地生活 那么屏幕前的你有什么看法和想法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 有什么感到 中火